哈喽,大家好 有时候想想女人这一生 仿佛都难逃感情的安排 从她爱上一个男人开始 就开始沉沦 没有了自我,没有了灵魂 前阵子朋友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好不容易拜托别人要来的联系方式 结果姑娘开场直摆 说到自己有男朋友了 朋友想,这么优秀的女孩 男朋友一定也特别优秀 直到过了几天从别人嘴中得知 姑娘的男朋友并非朋友所想的那样 甚至与想象的样子截然相反 没有工作,长得也不帅 个子也不高 就连平时的生活费都全靠姑娘的工资 而姑娘心甘情愿 那么为什么有些男人从不工作 却有女人心甘情愿的养着她 和朋友讨论后发现 无非就这几种可能 第一种一定是爱她爱到了极致 当女人真正爱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就是别人眼中的疯子傻子 她可以为了爱情做出很多别人 并不能理解的事情 哪怕是犯贱 感情可以让一个女人一直迷路 总是心甘情愿的想对她好 只要能将她留在身边 其他的都成了无所谓 第二种 可能是她觉得她是一个潜力骨 不是所有女人的爱都是盲目的 有些男人本身就是大器晚成 就好像一个是千里马 而另一个是伯乐 当他们走在一起时 一定是惺惺相惜的 她永远坚信自己的男朋友是金子 她总是对她那么自信 甚至她比她自己还要有信心 第三种 可能她是被骗了吧 男人都是说情话的高手 和几人在一起的时候 靠着自己说情话的本事 一直都是十分轻松的 所以当女人被男人的情话 哄骗的时候 一般都是抵抗不了的 即使是外人都可以看出来 可是正所谓当局者迷 自己是看不出来的 总之为了留住感情 却丢弃了尊严 放弃了余生幸福 是不值得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西磊 关注我 陪你解读更多的情感新生